这种面三国的玩具选手 中国选手彻底打疯了 将日本人堵在龙边疯狂输出 裁判怕出事赶紧叫停比赛 他是来自云南的杨福冲 在他获胜的20场比赛里 有15次KO 两次降服 KO率达到了75% 作为60亿公斤的锄量级小级别选手 有如此之高的KO率实属罕见 然而还是有人表示不服 他就是来自日本的阿布刚卓 是一位擅长柔术的地面戏选手 而且赛前他就放出话来 他一定会掰断杨福冲的手臂 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的厉害 面对气焰嚣张的阿布刚卓 杨福冲当即决定 要狠狠地给对方点颜色瞧瞧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杨福冲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 阿布刚卓轮着拳头就冲了上来 把杨福冲逼到了围龙边 立马展开近身缠斗 他是一位地面戏选手 想要将比赛拖入地面中 杨福冲当即用拳法猛攻 打开了阿布刚卓的纠缠 两人恢复战力较量 猛冲啊 刚才经历过上来的这轮猛斗之后 现在张宝海航们稍微冷静了一点 我觉得刚才这个阿布刚卓的这个爆炸 还不够坚决 没错 按着对手几拳之后就 退缩了 是的 阿布刚卓的战术目的非常明确 再一次冲向杨福冲 想要将比赛拖入地面当中 可杨福冲也早有准备 很轻松地就正开了对方的纠缠 好 钟扫 对 踢入对手的大腿内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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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手 哇 连续的轮摆 阿布刚卓现在想要进地面 但是我觉得他的突帅啊 还是不够坚决 爆炸的空荡比较大 没错 看上去在近身的时候 还是比较紧张 是的 前手点到 激烈的拳法对拼中 杨福冲一记后手重拳 直接将阿布刚卓给击倒了 随即压上去地面砸拳 此时台下的观众见到这一幕 彻底沸腾了 不过阿布刚卓很快就缓了过来 开始索杨福冲的大腿 杨福冲要小心了 这边不停地随腿 对 对 目前现在还是不能够把杨福冲给特别的手抖 小心被对手拿背 杨福冲这一边 就是还有一个做肌肉切的机会 没错 还是出去 还是出去 走得还是非常死啊 好的 杨福冲压到了上位 压制住 压制住 大家看因为这个阿布刚卓的上半身肌肉 非常发达 没错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逃开的 是的 而且他的绝对力量相对比较大 这边有锁拿但是腿的位置不够深 嗯 光降斑那很难因为对手 阿布刚卓的地面技术确实不错 他死死的锁住了杨福冲的大腿 任由杨福冲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对方的束缚 不过阿布刚卓也不好受 在地面较量中 他已经被杨福冲打得口吐鲜血了 经过长时间的绝力后 阿布刚卓的体能也有所下降 杨福冲瞅准时机 一个翻身成功摆脱了阿布刚卓的束缚 并且成功将其反压在了身下 所以还是不要跟对手有太多的地面承受 OK 史蒂夫现在叫你比赛 在裁判的介绍下 两人重回战力对峙 可阿布刚卓已经被吓破了胆 杨福冲见机冲上去一拳砸脸 阿布刚卓也被打几眼了 不管不过的轮起大摆拳反击 这让杨福冲不敢轻举妄动了 慢慢打 不要击坑对手对拼 对拼的话就是一个对半开的这种局面 而且他自己在防守端的空档 其实也不小 对支刚才一拳 比赛进行高回合后半段 两人间的交锋如火如荼 似乎随时都能结束比赛 就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 阿布刚卓突然使出一转腾空飞踢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将军一定会更加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杨福冲一上来就是不断自拳 打得阿布刚卓平平后撤 阿布刚卓眼见不是对手 赶紧下跌 赶紧下前爆摔 想要将比赛拖入地面当中 两人在龙边角力 一个尽身的机会 阿布刚卓不会轻易地放弃 是的 杨福冲这边是不停地推对手 阿布刚卓说实话在龙边的技术 也并不是特别好 没错 现在问题就是阿布刚卓的强向是 到了地面之后 所以这种柔术性的选手 龙边角力中 杨福冲瞅准机会 强行正开了阿布刚卓的束缚 紧接着就是猛烈的组合拳攻势 打得阿布刚卓抱头鼠窜 模样十分的凄惨 但双方命中的次数都有限 是的 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拼拳不抬头的选手 就是低头之后左右平高就开始狂轮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杨福冲已经完全掌控了比赛 此时的阿布刚卓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能力 杨福冲见此情况 扎裂般的组合拳杀出 直接将阿布刚卓击倒 裁判健壮赶忙交停比赛 杨福冲以TKO的方式获胜 裁判追嘴比赛 雷克 其实刚才是因为杨福冲一个非常清晰的 扣手重拳打到了阿布刚卓的面部 或者直接导致的倒地 那恭喜杨福冲啊 在这场战略与地面的较量当中 笑到了最后 拿下了这场比赛 大家觉得杨福冲打的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 来 来 来